今年还没有来过他们家 今天来他们家看一下有什么合适的款式 这一套 它上面是一个背心 下面是一个散裙的 这个肯定是要入的 衬衫其实都不错 但是因为它这些衬衫是属于那个韩国植油的 价位相对来说要高 价位高的话就不一定能够走多少 现在来另外一家 这个碎花的脸衣裙也看上了 面料凉凉的 垂感很好 还有这个 今年流行的那个屁联风的搭配 这边就是板型大的这种 主要是以粉色调为主 很多买家都会跟我聊到这样的问题 就是每年的款式 有很多感觉都是跟以前差不多的 服装的话因为它本身的这个款式它没有这么多的 所以说它每年的款式的话 它是由一个基础款 还有就是往年留下来的那种爆款 所以我们平时看到的那些跟之前差不多的那些就是一些基础款跟那种爆款 虽然说这些款式感觉好像都是老面孔了 但是呢因为它是经过淘汰 经过各种就是衰减流下来的嘛 都是精英来的 所以说它非常符合人的身材比例 穿上去很好看 虽然说是基础款 虽然说是以前见过的款式 但是只要穿上好看 大家还是更倾向这个衣服的 所以说每年有很多款式 其实跟之前是差不多的 变化不大 还有一大部分就是新开发的流行款式 新开发的流行款式要经过测试 有些可能还没有出厂 还没有出设计的时候就已经不行了 有一些就是流行到一半的时候就不行了 还有一些的话就是非常的火爆 像这种的话都是非常冒险的 尤其是量比较多的那种工厂的话 它开发新款困货的这个风险能力 要比这种基础款 还有常规的 以往的爆款的这个风险要大很多 这种衣服的话是版型大的 版型大的话就比较适合北方 还有裤子 裤子的话有些裤子看起来又长又大 那种的话都是相对来说 北方那边好笑一点 像这种上衣的话这种版型又小的话 一般都是适合南方这边 广州这边它有些档口是专门做北方版的 有些档口它专门是做南方版的 南城那边的话是南方的那种版型比较多 所以有很多来这边打货的亲们会发现 在南城那边打到的衣服回去的话 会特别小 因为它面向的客户群的话 主要是以南方地区为主 这个档口是做睡衣的 我没有主细看过改天看一下 睡花搭配防晒衬衫这样的一个穿搭 就感觉非常的经典大方 这款绑带的外套也是特别的长肉的 可以穿到150斤都没有问题 现在短袖连衣裙出来的一部分 出来的这一部分 袖子有很多还是泡泡袖的 去年流行泡泡袖有很多人是不喜欢泡泡袖的 今年现在刚刚开始还看不出来苗头 不知道这个泡泡袖会不会继续流行 这个档口到了很多好看的新款 谢谢大家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